1600度啊 对 今天带你他们一家铸铁厨具厂 他们生产的铁锅是黄鱼运用款 妥妥的明星单品 这家工厂还挺大 据说面积达79000平方米 里面的生产线 一天可以生产3.5万个法兰锅 老外都抢着药 快来 这就是用了500亿成红魔工制造的铸铁锅 盘大 铸铁锅的主要成分是优质挥口铁 也就是生铁 用他们铸铁锅 受热均匀 炒菜不粘 更不用担心有重金属 现在我们来到了模具车间 现在用机器切割钢字母模 再把钢字母模安装到设备上制作纱模 模具都是设计师原创 你想用的形状都能给你 师傅 这怎么这么热啊 这里是铸造车间 这里要把铁块加温到1600度发成铁锅 然后再加注到定好的纱模里面定型 1600度啊 这温度足以让纵空 变成火眼之铁啊 经过冷清后进行拖杀 就成毛皮锅 毛皮锅之后就可以送到那边进行打磨了 拿上这个毛胎 我们去打磨车间 以前手工打磨 忙了一天才加工2万个 现在改用智能机械臂全自动 无丝角打磨 一天加工3万个不费力 简直就是金刚币啊 我总觉得这锅少了点艺术气息 我打算先看它喷一个阿玛与 走 我身后的这些法郎锅 要经过少量多次的喷漆之后 再经过800度的高温烧制 这才能保证法郎用和锅生的完美缺合 这法郎用估计比你男朋友的眼皮都厚实 经过千锤百刃一口好看又耐用的锅 就可以送到自检员那接受检阅了 自检完就可以拎回家了 能不能帮我把这口锅打包 我要拿回家去炖大鹅